总冠军是每支球队梦寐以求的荣誉 得到总冠军无疑是最大的嘉奖 每年有30支球队争夺总冠军 最终只有一支球队可以成功 这难度可以说是很大的 更何况还有不可控的伤兵引因素 双合起码是夺冠的标配 强如乔丹也需要皮藤的辅助 以及后期罗德曼的加盟 可比前期也有奥尼尔 后期还有加索尔搭档才可以夺冠 詹姆斯更是需要三巨头 在现在的NBA 或许丹和都不能够保证总冠军的归属了 需要三巨头甚至四巨头才能夺冠 但是历史上却有几次丹和夺冠的案例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994年火箭队 1994年正逢乔丹第一次退役 联盟群雄并起 希望在乔丹离开的日子里触碰到总冠军 不过谁也没有想到 最终火箭队拿到了总冠军 93至94赛季的火箭队可谓是单核的典范 奥拉竹旺一路过五关斩六交 艰难地走到了总决赛 面对同为14大中锋 之一有因的尼克斯队 奥拉竹旺使劲浑身解数 场均砍下26.9分9.1篮板 3.6助攻3.9盖帽 帮助球队赢下比赛 奥拉竹旺的队友场均最高分才13.4分 于是他毫无悬念地摘下了FMVP 2003年马次对OK组合 刚刚拿下三连贯 却没想到在西部决赛输给了马次 邓肯带领马次进入到总决赛 在总决赛上 邓肯可谓倾其所有 六场解决篮网 场均贡献24.2分17篮板5.3助攻5.3盖帽 此时的大卫 罗宾逊已是生涯末年 场均拿到8分800 赛季结束就宣布退役了 而GDP组合的吉诺比利和帕克出入联盟 并没有给邓肯带来很多帮助 二人场均得分 分别为8分和14分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数得上号的队友了 2011年小牛队 说到最令人震撼的丹河夺冠 或许就是2011年的小牛队 毕竟94火箭和03马次离我们太远了 而且11年小牛的难度是最大的 赛前预测 小牛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西部决赛 最终小牛不仅进了西决 还迈进了总决赛的门槛 当时的对手热货队 刚刚组建詹姆斯、韦德 以及波什三巨头 还有着一大堆出色的角色球员 实力非常雄厚 但是小牛队根本没有惧怕 虽然2号得分手卡龙 阿特勒全席比赛 球队老大诺维斯基发烧感冒 但是没有放弃比赛 诺维斯基带领一众老将 与热货血战到底 最终场均砍下 26分9.7篮板赢得比赛 而球队第二的分手只有12分 可谓是单核夺冠的传奇 对不起 其沟条央冠的冠 格的转植